进入了6月份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全民狂欢年终大购物的日子 每年我国的消费者们有两次疯狂购物的节日 在这两个节日中各种各样的商品纷纷打折出售 这两个时节也就成为了广大消费者们购买日用百货的最佳时节 那么对于广大想要购车的消费者来说 有没有类似双十一的购车时机能够大省一笔呢 在以下四个时机内购车可以轻松省下几万元 第一每年的年终6月份到9月份这段时间里面买车的优惠力度是很不错的 我国的汽车销量在每年的春节左右达到顶峰 6月至9月正是汽车销量疲软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内经销商为了达成业绩 依然都会放出一些优惠政策 想要买车的朋友可以开始准备去经销店咨询了 第二个时机是车展 车展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观 通常会在开展前放出一系列优惠较大的福利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车展中各大汽车品牌的优惠力度也都不错 想要购车的车主可以留心一下最近的车展活动 第三个是当品牌车型更新换代时 当今汽车市场一片繁荣 汽车厂商为了最大程度的获取利益 经常会根据市场的反应来对车型进行更好的调整 所以汽车更新换代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在汽车换代时 为了促销上一代的汽车 厂家会给出一系列十分优惠的政策 消费者们要时刻的留心自己心仪的车辆的更新换代消息 第四是厂家的各种优惠活动 汽车厂家每年大多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段内 开展一系列的购车优惠活动 想要购车的朋友需要及时掌握品牌动态 最后错过以上优惠也不要灰心 一般汽车品牌在年底的时候都会有充业绩的活动 汽车品牌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 会在年中来一次大促销 到那时购买也不迟 想要优惠购车 一定要掌握汽车的最新动向 和国内汽车销量的规律性 一旦把握规律并且掌握了信息 那么购车成几万完全没有问题